謝謝院長 我想我們都知道 農地違禁工廠的問題是過去三十年歷史的成科 不可諱言過去地方政府對於農地違章工廠沒有落實執法 經濟部輔導也不足 所以這一次的工廠管理輔導法的修法 就是希望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在二十八之二條裡面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要設立工廠管理輔導會報 邀請地方政府專家學者還有民間團體在第一線積極執行處理 如果遇到重大事項無法余部會成績會報處理的時候 依照民進黨版本的條文 是可以提報行政院來進行協調處理 也可以解決國民黨所提案的條文 認為協調層級應於提高的疑慮 未來我們也會監督行政單位 應該要將長期關心的民間團體納入輔導團隊之中 那我們也看到了在這個工廠管理輔導會報裡面 所決定的事項還有執行的情形 追蹤管考每年要公告於網站 這也是落實我們一直要求的資訊公開 除了28條之二之外呢 我們也看到了民進黨採取各方的意見 納入20年的落日條款 這個有落日條款的這樣子的一個年限的壓力 可以促進廠商積極接受工廠管理輔導會報的輔導 是面對農地違章工廠解決問題的最好的方式 產業升級農地農用環境保護需要大家的合作 我們一起花20年的時間來輔導違章工廠 讓中高污染工廠離開農業生產的基地 讓低污染的分類合法化 跟農業相容的可以合法就地合法 不相容的就要集中到產業園區 用循環經濟的思維 可以讓台灣的中小企業轉型成為 更有競爭力的一個工廠 所以我想這一次的工服法的條文 我們是支持民進黨的條文 所以希望民進黨的在修正條文 能夠受得大家的肯定 在這邊我們也希望我們民間可以了解到 民進黨在修這個條文裡面的利益 和我們的精神 我們未來一定會努力的監督 讓這個條文 讓我們的這個工服法 能夠在未來的20年當中 讓我們台灣的農地 有污染的都能夠改善 那如果是說現在是合法的 我們就希望他未來 能夠再進行我們的合法的一個輔導 以上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許委員育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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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